所以這才是這些特工人員的價值啊 否則你訓練的這麼你看這高空跳傘 他這要訓練多少時間 他是定點著陸哦 他是定點著陸 他不是像我們一邊的下去之後 從腳吸屁股 然後側面滾一個分頭起來 他不是他是定點著陸 他落下去是站著 站著下去 他要立刻可以開始作戰突擊 在這個人很難去 五年以上 可是呢 俄羅斯不是 俄羅斯這些豬頭指揮官 做了一件很笨的決定 就是說北頓那次渡不過去 對不對沒關係 我派最精銳的部隊去渡河 最精銳的部隊 他要放在最重要的地方 那那個渡河 你應該第一個 裝甲防護力要強 第二個 你的後勤的火力要夠 另外就是你要有空中資源 你才可以派那個 有非常防護良好的裝甲部隊 去渡河 那如果你連裝甲部隊都被團滅了 你派這一些特戰部隊 特戰部隊叫做人包鐵 裝甲部隊是鐵包人 你一個人包鐵拿著清兵器 拿著特種的一些 狙擊的武器 你去渡河 那不是把最珍貴的部隊 送到筷子手上面去 讓筷子手去宰割 所以這些高階的軍官 看來受不了 他說我訓練了五年以上 才訓練特種部隊 你一個晚上給我用掉了 對 所以說俄羅斯就想說 拜託 找會打仗的人去指揮 要不然普丁不要再搞什麼特種 特殊作戰行動 你就宣戰吧 因為你宣戰了之後 我們這些備役的 我們這些曾經訓練過 這些精銳部隊的 我才可以硬徵招上戰場來指揮 否則你們現在這些高階將領 只是會拍普丁的馬屁 根本不會作戰 浪費我的部隊 你剛剛有渡過 跟特戰單位的交手過 那比方是過招什麼 我現在想像的到比方 阿秋巴或是怎麼樣 然後體力上的落差有多大 我以前在陸軍總部的時候 我是夜管就是海龍蛙兵 就是在前線 我們在金門 馬祖 東隱 海龍蛙兵 那這個海龍蛙兵 我曾經去看過 他們做一個特殊的一個 就叫做做截訓的測驗 他們所有的新進人員 不管你是什麼階級 你是軍官 你是士官 你是士兵 進去全部拔街 一起受訓 然後我是陸軍總部的夜管參謀 那時候少校我就去測 我就去做這個見測跟紀錄 後來我真的發現一件事 還好我選的是裝甲兵 我選的不是海龍蛙兵 因為我可能不能結訓 因為你要PK的條件 就是比方說你那個 要測驗的數值 不用到那一種level 那個是特種人員 他游泳你知道嗎 他游泳不是說游泳幾公尺 是游泳幾小時 他是用時間在算 游泳幾小時 對 我們這是游泳幾公尺 例如說我們是100公尺 我們是300公尺 他不是 他是游泳幾小時 下去之後 他的船就開走了 然後時間未到不能上岸 所以他的方式跟我們不一樣 然後我們的所謂的武裝跑步 武裝訓練也是一樣 有一個時間 有一個距離 他不是 他是告訴你 從今天晚上到天亮之後 你要到哪裡 不給你糧食 不給你補給 又要可以耐寒 然後在水裡面 然後又要耐餓 而且還不能睡覺 還不能睡覺 他是七天七夜 不眠不休的測驗 所以他到最後那是意志力的 意志力的一個影響 他到了最後只問你一句話 你叫什麼名字 那你七天不睡覺 你還要知道喔 然後你還要完成 他所設定的任務 才能結訓 所以這種特種部隊 真的要訓練出來 很珍貴啊 全世界都把特種部隊 用在刀口上 可是只有俄羅斯 把這麼珍貴的部隊 拿去渡水 你就等於是 把一個非常受訓嚴格的 一個醫師 你叫他去前線 去幫忙挑大分一樣 那簡直就是浪費高階人力 我們在場的來賓裡面 我們讓肌肉最大的來發言 剛好小弟也是出身特種部隊 你也是 陸戰隊 你是特種部隊喔 但是我是裡面的洛喀 那我要跟你講 是裡面那些精英 海軍陸戰隊裡面最強大的 就是所謂的兩棲徵收大隊 就是一般我們俗稱的蛙人 我以前跟他們交手過 你知道這些人有多可怕嗎 以前他們那個所謂的天堂路 大家都知道 一個禮拜的天堂路 據說我聽那個參加過的 那個長官跟我講 跟屍體睡覺是基本 打開棺材跟屍體睡覺 跟笨坑睡覺是基本 這些都是算很簡單 所以你看到那個畫面說 什麼天堂路爬 那個都已經是最後一關 那是最後一天 那基本上他 基本上在海上睡覺 跟屍體睡覺 跟大便睡覺 搞這種都是已經很基本的基本 那我要講一個小故事 那時候我們做一個那個 海軍陸戰隊 我們那個海軍有那個 定期每個月都有那個所謂的操演 然後那個 那個兩棲徵收大人 他們就是做那個特訓那個表演 那應該是早上的事情 大概七八點 那我要跟你講什麼你知道 他們幾天沒睡 他們晚上還要特訓 然後晚上然後在這邊聊天什麼 我可以確定他們寢視到六點 都沒有人在睡覺 結果早上六點在幹什麼你知道 一群人全部都沒穿衣服 就在那邊伏地鈴聲就開始在那邊跑 然後到八點的時候 開始做那個所謂的蛙人潮 就是因為觀眾來看 我意思是說他們都不用睡的啦 不然不用睡喔 精神那個氣力都不是你能想像的 所以你不要以為那些人 那個不是人可以做的事 所以對參加陸戰隊的人來講啊 那個兩棲徵收大人 那個畢章是他終身的榮耀 他一生都要 因為如果你知道 他是怎麼樣走過來這一段 你就知道那個東西 對他來講那是一生 所以人家說什麼 就是說一日陸戰隊 終身陸戰隊 就是有這些學長為我們這個國家 所以你說這個精銳中的精銳 就這樣子喪失掉 不管了 我可以補充一下 如果大家這樣形容有點 有點比較沒辦法 沒有畫面對不對 我建議大家去看一部電影 Demi Moore演的魔鬼女大兵 他那個就是美國的特種部隊 海豹部隊訓練的過程 那Discovery其實在幾年前 也曾經出過一系列 我不忘記是兩小時三小時 講的就是台灣的海陸 兩期徵收營的訓練過程 那其實他那個訓練就是 第一個體力戰績當然不用講 我覺得最難的是意志力 你在操課操了一天之後 晚上你知道幹什麼嗎 叫你坐在教室裡面 給你吹冷氣 你覺得很爽對不對 然後叫你讀課本 不准睡覺 你已經從早上六點鐘操到晚上八點鐘 然後又讓你在一個很舒服的環境裡面 然後逼你不能睡覺 然後叫你不准睡覺 你知道那個就是訓練你的意志力 而且我想大家觀眾朋友應該有那個印象 就是說他們在操訓的時候 不是會把那個胸張別在 他那個不是別在衣服上 定進去 他是直接定在你的肉裡面 對胸口 對胸口 那當然不會受傷 會有一點點流血 但是會會痛 所以我覺得就是很簡單的道理 你有沒有看過美軍在打仗的時候 派他的海豹部隊到戰場去衝鋒陷阵的 美軍不會幹這種事 這種特種部隊通常敵后滲透 刺殺重要目標 或是搶救重要人質 獲取重要情報 大概都是這樣子 所以普丁會派這種特種部隊去渡河 我不曉得是普丁蠢 還是他的將軍故意要害他 會做這種決策的將軍 我覺得應該送去軍閥審判 因為你害死了那一票最優秀的特種部隊 最優秀的人不應該放在那個地方 那我們看 烏軍他們有做出一個非常突破性的戰術 你想想看 對方來的是坦克 是大塊頭 你會怕嗎 你會怕 不過他們騎的是電動摩托車 來 宇沙老師 我請教 這個其實非常轟動 因為小蝦米對抗大鯨魚 結果成果如何 對這一次烏二戰爭 完全顛覆我們對戰爭跟戰場的小蝦 之前大家講過 透過星鏈結合無人機 然後搞成把炮彈送到你家 這叫做Uber 4的火力整合跟打擊 精準到讓整個俄羅斯的軍隊 屢屢被殲滅 這是我們過去戰爭沒有想到的 宇沙老師今天為他介紹一款 電動自行車 可是這個電動自行車的造型 看起來像是越野摩托車 我們可以發現 從這個圖表上看到 兩個烏克蘭的特種部隊 騎了這一台叫做Delfast的電動自行車 我要強調他們很謙虛說 這叫電動自行車 後面載的是什麼呢 載的是N-Low反坦克飛彈 英國所提供的 在戰場上去進行所謂的精準打擊 可是關鍵在哪裡 我先為大家介紹這款電動自行車 它叫做D-Fast 我剛才所說的 它設計的概念 就真的不是電動自行車 就是用來幹嘛呢 做越野機車用的 為什麼 各位看它的造型 你看它這個造型 首先它的輪胎是19寸的 也就是為了克服崎渠的地形 因為大家知道 烏東一帶或是烏南一帶 多森林 多沼澤 你這個輪胎比較寬 再加上坐墊比較高 所以它有辦法幹嘛呢 射河 而且射水 而且它可以克服崎嶇的地形 就是第一個 這個代表什麼意思呢 它非常非常的靈活 在戰場上可以適應 所謂特殊的地形 它不是一般的腳踏車 第二個是什麼呢 它的重量非常輕 一般摩托車都100多公斤 這一台電動越野車 重量只有60公斤 卻能夠承載135公斤的相關的負重 各位想想看 N-Low飛彈才多少公斤 12公斤 加上兩個人 當然它不會是我這種體格的人 特種兵的體格像易中這麼好 兩個人了不起呢 大概120公斤 綽綽有餘 但是呢更重要的地方 它充電充滿只要4個小時 續航力呢 卻可以以時速80公里呢 這個騎200多公里 所以你可以發現 這個是非常特別 我都想去買一台 對 我很想買一台 居然有這樣一個性能 不貴啊 那各位要想想看啊 這個最新的戰術有什麼關聯呢 第一個它很輕巧嘛 第二個它很安靜 因為它是電動的嘛 你不會發出聲音 不會被人家聽到嘛 第三個是呢 它機動力非常強 我跟你講 續航力量200多公里 所以說呢 在戰場上呢 射後不理 打了就跑 根本就是敵後游擊 而且呢 它也可以搭水所謂的空降 那有網友說 這有什麼了不起 我來對比啊 另外一個是啊 俄羅斯啊 也有這種東西啊 之前我們都看過這個呢 俄羅斯也有啊 鐵牛馬克星啊 對不起 為什麼要拿鐵牛馬克星呢 跟剛才的越野機車做對比呢 請問它有辦法越野嗎 它有辦法克服齊區的地形嗎 還有呢 它聲音有夠吵 對不對 中國製的 遠遠呢 我就已經聽到 它快要開過來了 是最佳的目標 還有呢 人家搭載是NNO 它搭載是什麼 它搭載是啊 20世紀初的馬克星機槍 所以高下立斷 最後要說的地方是呢 這個東西在戰場上的價值在哪裡 我剛才說過 它可以伴隨空降 而且呢 它非常非常靈活 機動力非常非常強 如果搭配我們剛才所說的 那個呢 GIS啊 火炮整合系統 對不起 它可能是在最前線 什麼意思呢 我們說的火炮整合系統 可以把呢 M乖乖乖乖 24的152公里的 還有呢 所謂的破擊炮 整合後設計後 看誰在現場 誰最近 難怪啦 那些特種部隊啊 一渡河 為什麼很快被殲滅 因為呢 有科技的力量 有機動打擊的力量 有最新的武器呢 基本上在戰場上呢 發揮作用了 好 我們看基站的烏冬 我們剛剛已經聊過了 我們再來看烏南的情勢如何 赫爾松州在ISW 美國智庫戰爭研究所 他的戰況的地圖 我特別看了一下 還是粉紅色的 紅色代表 已經被俄軍佔領了 不過他現在 還是在交戰當中 他是粉紅色的 最新的情勢如何 來請教將軍 其實這種畫面 我們已經不只在這90天內 不斷的觀看到了 就是俄羅斯的先進的戰車 這個BMP2 算不錯的步兵戰車 因為它本身的機動力 跟這個攻擊能力 都盛強 它裡面所攜帶的火炮 包含了30G炮等等 是非常強勁的武器 那為什麼老師被擊滅 為什麼被擊破呢 為什麼俄羅斯 在整個烏克蘭戰場裡面 他永遠學不到 作戰的教訓 他不是學不到 因為他沒得學 很多地方說 你看到敵人的無人機 在偵查你的時候 你是不是要有一些 躲避的動作 或是一些閃避 或透過了一些 隱蔽掩蔽的方式 來減少你的作戰 其實俄羅斯 他不是沒有看到 他有看到 他這些士兵 他們回憶 有一些生還的 為什麼 因為這一台BMP2的 這個裝甲車裡面 至少有一個班 那麼很多的士兵 他其實已經下車 在做警戒了 當他看到他的車子 被擊毀的時候 他就一直跟上級回報 當我們看到 無人機的時候 我們該怎麼辦 那其實步兵看到無人機 那怎麼辦 只有兩個方式 一個把他打下來 一個就是趕快跑 對 那可是俄羅斯的士兵 當他看到了無人機 他不知道該怎麼辦 他只是趕快離得遠一點 可是當他的車輛 他的乘坐的車輛被炸毀的時候 你發現 每一次俄羅斯的車輛被炸毀 他不是這樣子燒而已 一輛車子不會燒這麼久 就表示 整輛車子裡面 是滿裝載的彈藥 他根本一發都還沒有打 車要從俄羅斯的境內 經過了火車的鐵運 經過了陸運 好不容易到達了烏南 怎麼會被打成這樣 然後一發炮丹都沒有使用 就完全燒掉 然後這些的俄羅斯的士兵 他不是躲起來 他是落跑 他是整個落跑 所以說整個烏南 雖然目前來講 俄羅斯拿下了絕大多數的優勢 可是你沒有辦法去遏止 這些烏克蘭所屬的無人機 在你的天空飛 對你地面的部隊形成了傷害 就會縱使你看不到烏克蘭的士兵 你找不到烏克蘭的基地 可是烏克蘭的無人機 就一直在你頭上飛 就跟我們揮之不去的小蒼蠅一樣 他就會頭上飛來飛去 蒼蠅搖一搖 飛一飛 帶過來一些病毒 可是無人機帶過來是炮彈 那現在來講 他的炮彈 即使是M-X-X-X 那也才40 真成才90 未來如果海馬斯來了 300 未來海馬斯還是300 他可以從哪裡 他可以從哈爾克夫打過來 那整個可以打過來 那這個是多麼可怕的事 所以很多人說 未來如果真的讓烏克蘭取得了海馬斯 所以這段時間他說海馬斯有兩種 一個是M-142 一個是M-270 所以很多人想 沒有沒有 美國可能會給他M-270的海馬斯 其實都叫海馬斯 我跟你講 它的差別在哪裡 M-142是用輪子的車子帶的 M-270是用鋁帶車輛帶的 這兩個所有上面的系統是一模一樣 所以很多人說 沒有 他可能是賣給烏克蘭 送給烏克蘭差一點 是M-270 因為北約都在用 M-270它的射程是大概70公里左右 對不對 其實他只要經過的真程 他可以跟M-142打的一樣 對 只是我要給你什麼樣的彈而已 因為我給你的飛彈 它的燃料的多餘寡 就會決定他射程的原已近 所以人家說M-270可以打70 可以打80 我說對 沒有錯 那是按照他給他的飛彈 如果他給他跟M-142一樣的飛彈 他一樣可以打 他只是一個模組發射筒的位置而已 所以只要一轉變就可以打 所以如果說真的 對 這個海馬斯 你看 我們現在看到了都是M-142 都是輪行的 那輪行的 在烏克蘭上 它比較好 因為烏克蘭的公路密布 它跑得很快 可是 鋁帶型的M-270也有好處 第一個 它的基座紋 它的基座紋 它具備初步的裝甲防護力 所以兩種火炮 如果都到了烏克蘭 那真的不需要到烏南 我在烏東就可以打烏南 我真的是在哈爾克夫 我就可以打烏南 300公里 整個烏克蘭 從最北到最南 不過900公里 那我300公里 真的是烏東就可以打烏南 所以未來這種火炮 給了烏克蘭之後 大家想說 烏克蘭會不會打俄羅斯 我認為不會 我認為不會 烏克蘭的澤倫斯基 不會笨到去反攻 去打俄羅斯 那變侵略 對 而烏克蘭的總統 澤倫斯基一直講一句話 我要的和平 就是把我失去的全部拿回來 包含克里米亞 那如果這個M270或是M142的海馬 海馬式的多管火箭系統拿到了之後 那克里米亞都在他的射程之內 不只可以控制黑海 我連我師徒都可以拿回來 所以說這段時間 大家還注意到一個地方 將軍我打斷你一下 因為我們很好奇 本地不是說射程太遠了 很怕會怎麼樣怎麼樣 那現在為什麼會有這樣一個轉折 又說準備要 就是遠程的多管火箭 又準備要提供了 董老師我請教 考量點 因為同樣一樣的 你之前說不行不行 沒辦法突動 現在還說我們準備好事 下個禮拜就會宣布 為什麼落差這麼大 好的 我們之前講過 其實美國拜登政府 他們在看這場俄乌戰爭 他其實看得很前面 所以我相信現在要提供給 這個長城的這個海馬式飛彈的話 是已經拜登政府 已經看到了下一步了 我先講今天 拜登政府不是剛公布了 他們的國會 美國國會通過一個400億的 這個新的這個原污方案 那其實在五天前 那個烏克蘭部分 他有先講 他說這次新的這個 這個原污的這個方案裡面 有包括兩款飛彈 一個就是這個魚叉飛彈 好 另外一個 當時講的不清不楚 是雷神公司的 有某款導彈 可當時沒講是什麼 今天一看 原來是愛國者 所以說你看提供給魚叉跟愛國者 這表示什麼 表示說這個下一步 這個美國現在看到了 是制空權跟制海權 都要出來了 魚叉飛彈是制海 因為魚叉我們之前講過 魚叉飛彈的這個射程 從125公里到400公里都可以 我們國軍有的是125到180公里 好 所以說不清楚 等於說 就是說拿給 美國拿給烏克蘭的 到底是哪一款 假如是給300公里的那一款 那就表示說 整個黑海地區 會變成近航區 軍艦的近航區 就是整個黑海都可以覆蓋 尤其如果部署在奧德薩的話 奧德薩有300公里的魚叉飛彈 反艦魚叉飛彈 那個黑海 這個黑海艦隊的總部 就在這個克里米亞半島 這個塞爾 塞爾為坡爾 距離奧德薩280公里 就是說你整個黑海艦隊的總部 都已經被涵蓋在這個魚叉飛彈裡面 那這個黑海就變成是 這個俄國軍艦的近航區 愛國者飛彈是什麼 變相的空中的近飛區 以前上個月不是 那個烏克蘭一直拜託 這個美國要宣布 近飛區 美國都不肯 現在我看 這個愛國者飛彈一來 這個近飛區就會變成是真的 因為愛國者飛彈一樣 就是說 它的這個高空 就打的高度 可以到20公里高度 然後呢 範圍 打擊的範圍100到120公里 它可以攔截什麼 愛國者飛彈可以攔截什麼 可以攔截巡翼飛彈 彈道飛彈包括戰鬥機飛機 這是很廣大的範圍 看你部署在哪裡 如果是部署在這個譬如說 烏東或者烏南 頓巴斯地區 那個地方就近飛區啊 有愛國者飛彈在那裡 你飛機敢來 這就是近飛區啊 所以呢 有近飛區把它做好 海上的近航區把它做好 再加這個 這個海馬式飛彈 看起來就要真的要把俄國的軍隊 全部趕出烏克蘭之外了 好來將軍要進一步補充 有關亞素SSO的特戰部隊 他們做了什麼事情 這就是特種部隊 這就是剛才講特種部隊 對 泽伦斯基果然沒有把它拿來渡河 對 如果拿來渡河 就犯了跟土丁一樣愚蠢的動作 為什麼要去雜波羅熱 大家覺得奇怪 雜波羅熱當然要收復 可是為什麼要用特戰部隊去收復 雜波羅熱有一個非常重大的一個公司 叫馬達西奇 專門做飛機引擎的 所有包含了世界最大的運輸機 二次的運輸機引擎 馬達西奇做的 所有蘇凱57的精銳戰機的引擎 馬達西奇做的 還有我們之前看了什麼 土22轟炸機 這些長程的轟炸機的引擎 都是這家馬達西奇公司做的 所以俄羅斯他想要拿下雜波羅熱 大家認為說核電廠不對 那有一家非常非常優秀的 馬達西奇飛機製造公司 曾經稱為沙皇心臟 所以說如果這個飛機公司 讓俄羅斯全權控制了 裡面有製造的設備 裡面有製造的技術 還有員工在 員工是最大的基礎 他把這個工廠如果吃下來之後 我告訴大家 俄羅斯不但可以自己 讓自己的航空工業再次的向上提升 他還可以用來勒索中國 因為中國一直想要這家飛機引擎公司 曾經花了很大很大的功夫 想要把它歸並 收歸自己所有 最後是西方美國國家出面阻止 讓烏克蘭直接將這家公司收為國有 不讓你中國買去 所以這一次俄羅斯想要 烏克蘭當然知道 所以派了特種部隊 把整個砸波羅熱 其實就是以馬達西奇 整個引擎公司為核心 把它收復 收復回來之後 其實要做幾件事 如果我能夠整個把砸波羅熱 給控制住 那我就控制住 控制不住 要做一件事 如果自己得不到 就破壞 我就破壞 我的資源 我的科技 我的技術 絕對不讓俄國拿去增長它的戰力 所以這才是特戰部隊正在做的事 那索性它收復了 它把它整個公司四周給收復回來了 那麼俄羅斯整個飛行 要把它提升引擎能力 中國極想要的這塊地方 一樣被收復回來了 那這塊 這個極速火箭彈 大家已經不只第一次看到了 其實整個烏克蘭被俄羅斯攻擊 這種無情慘無人道的攻擊都看到了 可是很奇怪 為什麼這個火箭彈都會被大家收到 這麼完整的彈體呢 這個炸彈落地爆炸之後 應該是什麼都看不到的 為什麼可以落地被看到 因為它所有內部的一些電路板 一些晶圓都是上個世紀的 甚至還看到真空管 真空管 所以大家覺得說 怎麼還會再用這種方式來做炸彈的炮彈 飛彈的指引呢 因為它沒有新的 因為整個西方國家對它的經濟制裁 對它的科技制裁 讓它的飛彈 讓它的這些精準武器 仍然停在冷戰時期 因為大家知道每一年 我們所有的軍事裝備 所以為什麼說裝備放在倉庫裡都要花錢 因為要升級 它要升級 擺了五年十年以後 裡面的晶片 裡面的導引裡面的程式 全部要升級 那都要花錢 可是俄羅斯覺得擺在那邊就好 數量在就好 全世界在武力軍力評比的時候 我的數量夠多 我可以在第二名就好 可是這些設施 這些武器 可能在冷戰的時候 超級嚇人 超級好用 可是到了現在為止 就造成這種笑話 落地不報 被人家拍攝下來 拿來當成笑柄 俄羅斯總統普丁 他到底有多少的政敵 好 我們來看 這一篇報導 他的前後的整理 有一些相關的時序說 他至少躲過五次的暗殺 還曾經有40公斤的炸藥 差一點是在他身邊就要引爆了 我們進一步看時序 他說 他說第一次 應該說最近的一次 最近的一次 大概兩個月前 就曾經發生過一次 在高加索地區 可是對方沒有成功 然後回過頭來看 第一次的部分 在2002年的時候 他曾經有一次可能會被暗殺 但是也沒成功 一個月後 又有人在高速公路上 那時候就有40公斤的炸藥 已經安置在路邊了 那有被即時發現 在2003年就隔年的時候 又有兩個男生 是買通了狙擊手 想要殺他 那還有到了2012年的時候 隔得比較久 可是這個車程的男子 他其實準備是要炸他的車隊 當然行蹟還是敗漏的 我先請教晃哥 我們來看 他這個前後有五次 那因為過去就已經非常驚險的 尤其是現在這個局勢 是不是有可能 這個他的不安全感 以及身邊蠢蠢欲動的人 搞不好變多了 對 你是在想問第六次應該會成功 其實我覺得普丁心裡很清楚 因為你怎麼對付政敵 別人就會想對付你 普丁從2000年在俄羅斯掌權以來 又不是沒暗殺過政敵 被他暗殺的政敵不計其出 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 下毒的各種各種奇奇怪怪的方法 因為別忘了 普丁是KGB出身的 KGB是前蘇聯時代的 叫做國家安全委員會 那是全世界最黑的一個情報組織之一 我不敢講他最黑唯一 但是他是之一 所以普丁一定會想盡辦法 預防各種暗殺的方式 你知道有時候 為什麼香港成立廉政公署的時候 要找貪污很多警察來當連政調查員 因為他知道別人怎麼貪污 所以普丁會暗殺別人 所以他自然也知道別人會怎麼暗殺他 因為這些招我以前都想過 不過那個四十公斤 我是覺得很意外 因為你是直接想把普丁火化掉 四十公斤 我跟你講一個正常人 四百公克的黃色火 要在他旁邊炸掉 就已經掛了 四十公斤 你是想直接把火化掉嗎 就灰飛湮滅 錯骨陽灰的概念嗎 那普丁其實非常注意他安全 我們可以看一下 其實各國元首在外面的時候 基本上為安都很重要 但你看他身邊都是隨戶 這個是在凱撒堡 不管是到邦交國 吉爾吉斯或到匈牙利 其實身邊都是隨戶 滿滿的隨戶 而且這個隨戶都非常的高大 那普丁的隨戶有哪些配備呢 基本上比較基本的配備就是 一定有那個看起來像007手提箱的 那個其實是防彈鋼板 他是可以打開的 打開就是幾乎每個總統的隨戶 都有的 然後他們的隨戶 還配了一個很特別的東西 當然車裡面會有一些長槍 這是必然的 普丁的車上還有這個導彈 車子也有導彈 而且他的車子的防彈 基本上可能連火箭彈都穿不透了 還有他隨戶很特別是 因為隨戶通常都配手槍 才會方便 他隨戶的手槍有配有穿甲彈 那一般我們知道 穿甲彈通常是配在步槍比較多 他的手槍配穿甲彈目的是什麼 就是你的敵人 即使你穿的防彈背心 在100公尺內 我那個穿甲彈都可以打穿你 這個是比較特別配備 另外普丁所到的每一個地方 基本上反無線電的電波干擾器 因為你怕人家放遙控炸彈 我在遠遠的地方遙控 然後當然場地的檢查 這個都必然的現象 普丁對於他的吃也非常的重視 過去我們看這個中國的宮廷片 都會拿銀針 現在沒那麼落後了 普丁用更落後的方法 比銀針更多 找人試吃 真人試吃 你先吃 吃完可能過15分鐘或半小時 我發現沒有口吐白沫 黃一松還活蹦亂跳 這個菜可以吃 如果口吐白沫的話 就拜拜了 可能連廚師都拜拜 所以你知道這一大道 陣仗下來 你知道花多少錢嗎 俄羅斯自己官方公布的數據 普丁最近兩個月的個人 維安費用花了 大概27億台幣 27億台幣 是什麼概念 你知道嗎 台灣一般的鄉鎮 一年的預算 一個鄉鎮一年的預算 大概是兩億到三億 27億他兩個月花掉 也就是說 他兩個月花掉的維安費用 可以給台灣一個鄉鎮 大概可以用差不多 一整年左右 這個是他花掉的錢 可是普丁到現在 沒有被暗殺 那沒有關係 網路的世界就是這樣 我暗殺不了你 但是我可以哭手 我可以玩你一下 對不對 最近我們知道 有兩家美國的這個大素食業者 都宣布退出俄羅斯 一個是麥當勞 一個是肯德基 麥當勞呢 麥當勞大家都知道 他的logo是紅底黃色M 就我網友哭手 把這個M改成俄羅斯人最愛的Z 看起來蠻像M的 你把這樣子倒過來看 就很像很神式M 那這個肯德基 這個我覺得更經典了 他是要KFC對不對 直接把你改成KGB 一點都不違和 你不仔細看 你還以為這是哪家店 然後再仔細看旁邊 有一個小小的 去過肯德基人知道 肯德基有一個肯德基爺爺的校像 你知道這個校像被換成誰 你知道嗎 普丁爺爺 肯德基爺爺直接變普丁爺爺 這是網友惡搞的 就是將來俄羅斯人呢 買不到麥當勞 沒關係 沒有KFC有Z當勞 沒有KFC有KGB 這應該口味會不太一樣 但是希望你們要習慣了 剛剛說到暗殺的部分 你想想看 差點的那五次 那個是有曝光的 搞不好沒有曝光的更多 東老師我請你補充 這樣子的一個狀態之下 你覺得普丁的性格會是怎麼樣 好的 這個2017年 普丁自己在接受訪問的時候 自己講出這五次暗殺 是普丁自己 2017 普丁那時候講的時候 還得意洋洋 意思就是說 殺不了我 殺不了我 我的為安特勤 非常的準確 把它保護得很好 那烏克蘭情報單位 公布的那些細節 就是那五次為沙拉高加索 亞塞拜蘭 40公斤 這個炸藥 這是烏克蘭情報單位 公布的細節 但重點是 烏克蘭情報單位 講了一個重點 他說現在普丁 非常沉迷於 被暗殺的這種情緒當中 所以剛才年放兄 講的是對的 因為你普丁 一天到晚就去暗殺別人 還記不記得 烏克蘭那個戰爭 一開打的時候 普丁派了一個暗殺隊 還不止一個暗殺隊 要去暗殺哲倫斯基 這個就是普丁幹的事情 好的 所以普丁自己這樣幹 別人當然也會回報他 上個月英國的情報單位 也講過同樣的事情 英國的情報單位 不是講了一件事情 想要暗殺普丁的人 是一個可以親近普丁的女性 有沒有 這些都是真的 所以我覺得以前想要暗殺普丁的人 是俄國的反對派 或是俄國的反抗 被俄國打過的那些國家的反抗軍 譬如說車臣 喬治亞 亞塞拜蘭 反抗軍 可是現在不是 現在普丁最擔心的是他的內部 這個道理非常簡單 各位我們今天講了那麼久 就是說俄國的軍隊 實在是打不下去 他真的每天被折磨 看了多可憐 我們俄將軍已經可憐 他們可憐了好多次了 我都聽了都不忍心 要人沒人 要錢沒錢 要武器沒武器 每天挨打 每天被消滅 這個仗怎麼打 所以我相信俄國內部 他們一定知道 讓這一場戰爭 代價最小的結束方式是什麼 不就是第一個 暗殺你普丁嗎 第二個 讓你普丁 被血癌 被胃癌 幫你療養起來 這個事情發生過 蘇聯的最後一任總書記 戈巴西夫 他有碰到一次政變 他就是被生病 被療養 這個是代價最少的 結束戰爭方式 我相信俄國的內部 他的軍隊知道 他的勤制單位也知道 俄國的那些大亨都知道 所以難怪普丁 他會這麼緊張 疑神疑鬼 董老師再請教 你說曾經講出來 是可以親近普丁的女性 所以意思是說 因為我們說 那個諜報裡面 有一些類似什麼美人記 或是什麼 是這個概念嗎 我看起來不像美人記 不像美人記 為什麼 第一個 我不認為是情婦 因為普丁之前的情婦 已經夠多了 他的情婦又懷孕 他已經頭大了要命 是一樣是一個月前 這個是確確的證據 一個月前 普丁不是突然撤換了 克林姆林宮裡面 所有的那個 清潔工等等 清潔工 洗衣工 煮飯 那些的 搞不好是阿姨 歐巴桑 一千人 所以我猜是那些人出問題 克林姆林宮之內 那些 這次不是那個叫做 那個諜報叫做燕子 對 這個俄國的燕子 女間諜 漂亮的女間諜 不是不是不是 是阿姨 是大媽 我覺得是那些 普丁在擔心這個人 搞不好是這樣 而且他總是疑神疑鬼的 我們剛剛不是有聊過 軍援的部分嗎 美國說可能 這個多管火箭系統要來了 準備要提供 可是我說穿了 整個軍援烏克蘭 給最多武器的是誰 是俄羅斯啊 對不對 將軍 俄羅斯給超多的 來進一步 怎麼樣來看 俄羅斯給這個 烏克蘭軍援 比美國給他更夠意思 因為完全不用換裝訓練 每個烏克蘭的士兵 都會使用 大家看畫面上這個 這是烏克蘭在戰場裡面 擄獲的一個2B16 這算是120公里的加農炮 這種加農炮 正常操作這門炮 要多少人 要四個人 要四個人 第一個就是觀測手 第二個炮手牽引 第二個裝彈手 還有一個炮手 那四個人 可是你看 一個人就操作了 這真的是很厲害 這一個烏克蘭的士兵 他擄獲了一門炮之後 他自己裝彈 自己拉發 自己射擊 這在做什麼 各位知道嗎 這不是在玩炮 不是說過年要到了 或是節慶要到 端午節要到 在這邊放炮慶祝 不是 他放的不是禮炮 他在測試這門炮 能不能使用 你在戰場上 擄獲一門炮之後 第一件事就是這個炮 有沒有被敵人破壞過 如果你不先做測試的話 萬一一裝 他的炮栓出了問題 一拉糖炸 後旁邊四個人全部炸死 所以說這個人 他是什麼 他是烏克蘭專業的 炮用測試員 我要測試一下 這個炮能不能用 因為你看 他並沒有全副武裝 一般的士兵是帶著鋼盔 穿著防彈背心 然後背著槍來做 他不是 他儼然是一個 後勤測試人員 就勤裝 擄獲了一個火炮之後 拖到這裡來 然後兄弟交給你 測試一下 有沒有問題 擺著擺著 對 那如果是 非常熟練的 他就自己 自己裝 而且你看 他後面的炮除 都沒有整個埋到地面 就表示 他並不是要精準射擊 因為如果你沒有埋到地面的話 我只要測試一件事 就是我這門火炮能不能激發 激發以後會不會糖炸 會不會對四周造成影響 所以我一個人做測試 他就直接拉了 你看 直接拉發 炮了 沒問題了 你看他很輕鬆 OK 可能就要旁邊用粉筆 或是用油漆畫一個勾 就表示這門炮可以用 立刻可以投入戰場 所以大家以後看 他是在測試 還是在實戰 第一個 他的炮除有沒有埋下去 沒有埋下去 測試 第二個 四周沒有很多地胸 就表示這門炮在測試 因為如果發生危險 一個人損失 如果大家都在旁邊開始測試 那就是一個炮班都結束 所以這是為什麼我們講 最大軍援 烏克蘭的是普丁 是俄軍 而不是美國 所以普丁不要再罵了 說美國不要再給人家武器 你自己不要再給了 你從莫斯科 從各處運過來做 都增加了烏克蘭的戰力 另外我要講 意大利 不過還是需要 北約的國家給 這意大利 給了一門這個火炮 這是155公里的火炮 這是意大利軍援的 155公里的火炮 FH70 這是一個155的火炮 它的火炮的彈藥 跟M拐拐拐一樣 155公里 所以都是通用的 所以這次美軍 為什麼要每40個國家 要開一個軍武協調會 每個月都要開 就是你不要送一些 奇怪規格的來 我統一的火炮口徑 是155 你不要送個152的二字火炮 如果你要給北約 都給一樣 155流彈炮 因為這一個方便的方式 在作戰有一件事 非常麻煩 後勤 我有炮不打緊 我有人不打緊 炮彈哪裡來 那我還要分別說 你這裡是152公里 你這裡是155公里 那個後勤人會瘋掉 我好不容易千辛萬苦 把炮彈送到了 155的炮 送來152公里的 不能用 或是你152的炮 我送來15公里的巨炮 塞不進去 所以說在作戰的時候 後勤越單純越好 所以所有北約 送給烏克蘭的火炮 都是155公里 只要是每次的火炮 一律統一規格 所以我的炮彈 送到任何地方去 你都可以使用 所以這就是作戰 其實烏克蘭 已經慢慢接受 西方的作戰模式 單純的後勤 單一補給模式 這樣子可以增加 在戰場上 後勤運送的速度 另外最後我要跟大家講 大家看到 標槍飛彈很貴 我從開始有講 我打過 一發20萬美金 每次打完之後 人家就想說 長官 你一棟房子打出去 很貴 非常貴 可是烏克蘭你看 他這個標槍飛彈 用來打什麼 用來打假車 大家覺得烏克蘭 為什麼這麼浪費 因為如果我的兵 用標槍飛彈 有戰車 有坦克 你去打假車 這兵一定會被我 叮半天 雖然打到的也不錯 可是我們要用 最高價值的軍品 去獲得最高價值的戰果 所以用標槍飛彈 去打假車 有點浪費 可是為什麼 烏克蘭會這樣打 很多 就是我很多 剛開始的時候 我很少 所以我沒打一發 像我們以前在軍隊 牽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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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牽 要猜拳 成績最好 最準的才可以打 標槍飛彈 因為一發20萬美金 打完他這一輩子當兵 都覺得很夠本 可是為什麼在烏克蘭可以 可以這樣打 我打假車都用 這是打小鳥用大炮 可是為什麼呢 因為我夠多 我就是烏克蘭告訴你俄羅斯 我就是多 你有假車來啊 你有什麼戰車來啊 你有坦克來啊 我全部用標槍打你 所以這就表示 他的軍援已經夠豐厚 這就是標槍飛彈 我要打出去很過癮 你看加速飛上去 飛到天際之後 你看然後從天而降跟如來神掌一樣 然後鄭重目標 然後居然我到底看 哇打卡車好浪費喔 可是呢 作戰 只要你的作戰支援度夠 你的實力夠 沒有關係 勝利是第一 把俄羅斯打出去才是最重要 八百壯士十手四行倉庫 有沒有拍成電影 有啊 有嘛 我年紀還小 我沒有認真的看過 有 那現在呢 可以拍成電影的 應該是亞素鋼鐵廠的故事了 一中老師 大家都在問啊 八十幾天 他們是怎麼撐下去的 因為你要想想看 我有可能彈藥的補給 我要不要吃東西 我可能吃東西 食物也要做補給 現在進一步揭秘的是 軍援亞素鋼鐵廠的補給任務 來一中老師 對 這件事情 因為你知道亞素鋼鐵廠 在那邊在馬力波 那邊抵抗了 將近三個月 到最近才 前一陣子才 等於結束 那到底 人家都說 到底是怎麼樣可以抵抗 這個俄羅斯的 這個大型的包圍 那最近烏克蘭的國家情報局長 他出來證實 他說這三個月的期間 其實他們烏克蘭曾經有 七次的運捕任務 那怎麼認為 因為他不是被包圍了嗎 他的情報局長說 他們是派直升機 他們每一次都是派兩架或四架 就是這樣兩架兩架四架四架 然後就直接運捕到 所謂的亞素鋼鐵廠 問題來了 你以為直升機那麼簡單嗎 因為基本上俄羅斯已經包圍了 所以他必須逃過 俄羅斯的防空炮火 那這個過程中其實也是有一些陣容 就是說他其實他們承認說 在第五次運捕任務 跟第七次運捕任務的時候 他們都有直升機被打下來 甚至還有後援的直升機 就是被前面被打下來以後 後面再補上一支的時候 又被打下來 那至於詳細的傷亡 那個情報局長便沒有講那麼多 這可能軍事機率 可是就讓人家知道說 在這個過程中 其實這是一個勇氣的表現 因為你要知道 就這些直升機的駕駛來講 他明明知道說 整個馬力波已經被俄羅斯拿下來了 然後就剩那個亞蘇鋼的一張 你必須穿越重重的俄羅斯的障礙 然後這樣子空降 那個基本上是非常危險 對直升機駕駛來講 可是這個是勇氣 你知道勇氣到什麼程度 他除了運捕彈藥 醫療物資以外 甚至還運捕了72個新兵進去 我感覺72個人真的有夠勇敢 我跟你講72劣勢 你明明知道那個地方已經被包圍了 然後你竟然還願意做直升機 下去去打這場戰爭 所以難怪這些勇氣的故事 讓人家感覺到就是說 整個烏克蘭的營心士氣大陣 那根據美國的統計 他說這三個月啊 整個這個亞蘇 光一個亞蘇鋼鐵場裡面的守軍 他牽制了俄羅斯12個營級的戰鬥群 你知道他裡面可能頂多一個營而已 他可以牽制整整整12個營都困在那邊 然後所以其實這個亞蘇鋼鐵場 雖然最後最終還是交出去的 可是這三個月的過程 因為有他們的這個前進的抵抗 第一個振奮的民心士氣 第二個在實際軍事上 他也把整個俄羅斯的軍隊 所以難怪有人在討論說 是不是應該要拍一個電影 就是當年剛才吳先生提到的 他可以分非常多耶 因為有比方守軍的故事 有外面 外圓的故事 還有那72個亞蘇鋼的故事 讓我想到一個故事你知道 楊慧銘叫四航倉庫 當年最有名的那個故事 就是有一個女童軍叫楊慧銘 他就游過 因為那個當時是這樣 四航倉庫在這邊 然後隔著蘇鑲耳另外一邊是租借 那楊慧銘就是在半夜的時候 那個游泳 然後滑過那個租借以後 到了把那個國旗送給四航倉庫 隔天早上四航倉庫那個電影 他就把那個國旗升起來 結果你知道這個國旗升起來 當然他就很感動 結果日軍借工 日軍那個 他是用那個飛機直接去炸那個國旗 然後重點是那個 當時的那個國軍 他們多勇敢你知道 他們明明知道日本人會來打那個國旗對不對 一個一個上去 打死了一個又補一個 打死了一個補一個 光那個為了保護那一支國旗就死了多少 然後因為他是隔著那個蘇特爾 所以對面的那個公共租借 一群外國媒體就在那邊拍 光光這個畫面 後來最後拍成電影 所以我覺得這一次的亞素鋼鐵場 這個故事 我相信哈萊塢已經出手了 將來一定會把他拍成電影 而且像主持人講 他可能還不只拍一集 可能還會拍連續 我們可不可以霸氣的講 得晶片者得天下 晃哥可以嗎 當然可以 我們來看 那最近不是說嗎 俄羅斯被逼到怎麼樣 好像他們去拆洗衣機的晶片 說要來補一些什麼武器晶圓的 那個不足的部分 現在看到是美國的商務部長雷蒙多 他主張說 美國晶片應該要靠自己 這一攤開來我們才知道說 原來標槍飛彈 上面有250個晶片 其中大概70% 他們去哪邊買的 台灣來的 你們要來看 不管是他的標槍飛彈 不管是他的刺針飛彈 或者說他的魚叉飛彈 他所有的先進的武器 他都需要一個東西叫做晶片 那這個晶片呢 美國的軍火精密級的晶片 幾乎都是賽斯林公司所設計的 但是他設計 賽斯林不會做代工 那怎麼辦 請台積電代工 所以雷蒙多是在什麼樣場合講那個話 是因為拜登政府有一筆預算 是要補助這個半導體的業者 在美國設廠 那這個預算國會還沒有通過 所以雷蒙多是在國會那個預算 他還跟國會議員要預算 所以他就說 我們的標槍飛彈的晶片 都70%是台積電做的 這樣不可以 這樣不通 就牽涉到國家安全問題 他有點在恐嚇這個國會議員說 這預算趕快給我 但他重點是他說 我們就是自己的晶片要自己做 他只是趕快成就這件事情 問題是晶片 不是說我今天拿個兩百塊 到菜市場買個豬肉 或買個排骨回來就有了 台積電有啊 要在亞利桑那州設廠啊 但是劉德英自己講 他接受媒體訪問他講 他說成本問題是我們的考慮啊 因為第一個你美國政府要給我多少補助 第二個因為美國成本本本來就比台灣高嘛 工資高嘛 還有一個最關鍵是美國的工程師 願不願意向台灣的工程師 一天24小時分三班輪班 我想美國人大概不願意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台灣的優勢 這也就是蔡英文總統一直在強調的 我們講說半導體是台灣的護國神山 蔡英文是用矽盾來形容他 台灣的晶片對美國如此重要 那請問美國要不要確保 台灣的晶片不會被中國拿走 如果被中國拿走 你美國標槍飛彈也沒用 你光有飛彈也沒用 根本打不準嘛 所以我覺得台灣跟美國 不管是他的國家利益方面 國家安全方面 甚至這個民主的價值理念 其實我們是站在同一邊的 這也就是為什麼美國 他覺得台灣的安全 對美國的國家安全來講 有非常重要的原因之一了 中國現在有好戲要登場了 我先請教宇曉老師 我們可以看到的是 最近李克強出頭天的那種感覺 怎麼開一個叫做 全國穩住經濟大盤 電視電話會議 這個會議來十萬人 十萬人的一個大會 可是奇怪啦 為什麼不是習大大來開 是李克強來開 看出了什麼樣的氛圍 李克強只是國務院總理耶 這一場十萬人會議啊 居然有解放軍的上將啊 一起出席 槍桿子出政權 黨指揮槍 這應該是總書記的權力吧 所以李克強這麼動 到底非常非常明顯 但我其實對李總理 是非常擔心的 只要習近平活過來 度過二十大 當初毛澤東是怎麼整 那個七全大會的劉少奇 就說你是走資派嘛 說呢你意圖造反嘛 簡單來講呢 如果呢習近平度過二十大的話 我跟他打包票 第一個回來啊 整肅鬥爭就是誰 一定是李克強 那為什麼像這個樣子呢 道理很簡單嘛 李克強是務實派 主管經濟 習近平為了風控 為了所謂的動態清零 把中國的經濟給賠上去 還有呢跟俄羅斯之間關係 跟藏男外交 還有對台政策呢 這麼窮兵獨舞 引起天下為衷嘛 習近平基本上的政策如此 李克強只想把時鐘 搬到什麼時候 至少回到他之前老闆嘛 他今天老闆誰 胡錦濤嘛 可不可以把那個時間點播到呢 習近平接班之前 也就是十八大之前 李克強要做的動作 就這麼簡單而已了 來 董老師要補充 好的 其實啊 這個中國的政治的風向 已經整個大變就對了 我們之前看到五月十六號 就是新華社跟人民日報 中共兩大官媒 同時刊載 頭版刊載李克強的萬言書 我覺得這個狀況 已經很不對了 沒想到我後面又看到 李克強居然開了一個 十萬人的大會 現在這個十萬人大會 看起來 李克強講的 李克強的指數又出來了 為什麼 因為中國的經濟 現在面臨一個大問題了 什麼問題 就業的指數 工業生產的指標 用電的指數 貨運的指數 全部大為下降 這個是李克強經濟學 所以說李克強經濟學 大家就要問一句話 為什麼中國的經濟 今天會搞成這樣子 那個答案 整個中國大陸人民都知道的 兩清政策 剛才清零 這個宇超講了 還有一個清算 去年習近平 不是在清算 中國所有的民營企業公司嗎 什麼包括電商 那個遊戲的 這個搞外送的 這個還有房地產公司 連那個補教業全部被清算 所以習近平的一個清零政策 一個清算政策 把中國的經濟搞成今天這樣 要死不活 所以這個十萬人的大會開下來 我覺得後面 就是說習近平今年年底的二十大 能不能順利的連任 我們必須要劃上一個大問號 看得出在中國的權力鬥爭 有山雨欲來 那回過頭來 我們來看國內的政治 果然國民黨 從來都不會讓我們失望 我們以為說 桃園已經這個團結 已經完結篇了 沒人在唱 往下唱 唱到了苗栗去 我們來看苗栗出現一個 什麼樣的狀況呢 這重褪回歸 前縣長劉正宏 在網路上有這一段 我有聽到他的錄音檔 他有講說 李七合李八合就是今天晚上跟明天晚上 黨中央要做民調 然後請大家支持我 劉正宏 這件事情有譯不譯 說是中央黨部在做民調 那我心裡面就會想說 奇怪桃園不做民調 台北不做民調 為什麼苗栗做民調 我們有去問了一下 劉正宏的親友 他親朋友說 這應該是他自己要做的 他自己要做這樣民調 來測試看看他目前的狀態如何 那我們剛才看到的這個部分呢 包括 伊藏不是就是要算嘛 不過有些 柑橫的事情 沒有辦法弄清楚 那當劉正宏又要出來的時候呢 他其實有發現一個狀態 他說 民意來決定 這當然是理所當然 可是呢 他看感覺國民黨在提名的這個 已經變成了一場鬧劇了 哪有人丟在那邊 懸而不決的提名制度 那變成說大家心結 那個裂縫本來可能一小縫 現在越扁越大 那裂縫越來越大 所以呢 他認為說現在的一個狀況 他覺得已經完蛋了啦 非常的憂心 那我先請教晃哥啦 因為晃哥對苗栗人嘛 你對苗栗的局勢比較懂 如果說 劉正宏出來啊 那當然檯面上還有包括想要 黨中央鼠疫說 徐志榮委員 可是他說沒什麼意思啦 那這個是水利會的會長嘛 謝福宏的部分呢 之前抖出了一份那個連署說 要支持他 可是中東警員想說 拜託我是民主的藝術藝術 就做個人情 我不是認真的要挺你啦 你怎麼樣來看苗栗這一局 國民黨如何收拾 原本劉正宏 沒有要那麼積極要參選 那自他始作為開始變積極 主要是因為中東警 那個人間極貧的記者會 所以他又一次覺得天使 梁姬來了 因為中東警那個記者會 實在是太成功了 那家公安公司 我覺得應該列為黑名單 想毀掉誰 就請他去幫他開記者會 所以中東警 基本上我覺得 他已經被排除掉了 我也不覺得朱立倫會提名中東警 提名中東警等於是自殺 好那謝福宏是後面才跑出來的 但是徐志榮 他我可以在這邊很篤定 跟大家講 徐志榮不會參選 真的喔 對 雖然他朱立倫最希望他參選 而徐志榮也有相當的實力 但是他不會參選 他不會參選 是因為個人因素 不是什麼不好的事情 那事關個人隱私 我就不講了 就是個人的因素 他不會參選 所以三句法中東警沒了 徐志榮也剩下謝福宏 但是謝福宏呢 劉振宏 他覺得說 論資歷 論能力 我都比謝福宏強 那如果謝福宏可以為什麼我劉振宏不可以 那劉振宏有沒有很積極的 或是說他個人有沒有非常強烈意願想要參選 我跟大家保證百分之百有 百分之百有 因為他最近在地方上動作很多 不然怎麼會有那個連署書 或是在那個連署書之前 他在地方上拜會了很多地方上的人士 然後因為他過去當過八年縣長 那你知道從政有時候就是有時候會有恩於人 有時候會得罪人 人在江湖走哪也不哀刀 所以他最近很積極的把這些過去累積的一些事情 一些恩恩怨怨 都希望趕快把它處理掉 所以劉振宏 我判斷他個人參選的意願非常的高 那至於說最後國民黨會用什麼樣的方法來決定苗栗 縣長人選 當然因為黨中央是授權給黨主席 那黨主席想要用民調就民調 或是說想要用桃園的方式 也可以用桃園方式 但是我想苗栗基本上是排除空降 因為國民黨看起來也沒有適合的空降人選 那大概就是會在苗栗在地的人裡面選出一位 但是如果說真的你要比民調的話 我覺得謝福宏是比不過劉振宏 因為兩個人在苗栗的知名度真的差太多了 真的差太多 雖然謝福宏當過水利會會長 但是劉振宏因為當過八年的縣長 所以我覺得如果最後國民黨真的提名劉振宏的話 大家不要意外 大家不要意外 這也許會創下台灣地方自治史上的紀錄 連任過後卸任然後再回國的 過八年之後卸任八年然後再回來再當縣長 也許會創下這個紀錄也不一定了 那指責跟我比較好奇的是說苗栗從來沒有被綠營攻破過 所以對你們來講其實提名 應該是就是說不會那麼困難 反正挑一個你們覺得合適的人選 應該就可以過關了 都會贏了 那為什麼現在搞成這個樣子 有人講說會變成一場鬧劇 我先回憶一下晃哥剛剛講那個地方制度的紀錄 如果沒記錯嘉義市長黃敏惠 他之前也當過 黃敏惠 所以說這個不是就算真的是劉振宏上來 這也不是大概也不是破什麼紀錄 不過我要先講 就是說關於27號28號這個民調的事情 黨中央已經出來 否認了 就這不是這個黨中央或者是地方黨部辦的正式初選民調 我用這樣講 這不是這個大聯盟官辦的球賽 這是球員自辦的練習賽 所以最後的結果不代表官方的態度 那其實講到民調我要講一下 事實上這個民調大家常常做 比如說4月份我也看到有一個求真民調 做了這個苗栗縣長的可能人選的民調 包含中東錦議長 徐志龍委員 謝福宏 對上民進黨的這個徐定征 那我會說這個民調大家都會做 只不過這一次因為 大家有看到那個簡訊 或者說看到宣傳說 好像這個黨中央要做這個 要做這個初選民調 所以才讓外界關心到這個 不過我要再次澄清 這絕對不是這個黨中央要做的 但我要講 剛才主持人特別問到說 國民黨的苗栗好像比較佔優勢 怎麼現在搞到好像提名又有一些爭議 好像覺得又有一些這個亂象等等 其實我說真的 如果這一局很單純 那應該就很快就會提名過 因為為什麼我們知道那苗栗縣 還有什麼 還有些一個很重要因素 就叫地方派系 那我們知道這個在苗栗 有所謂的流派跟黃派 那他們有一些派系的考量 換言之我要講的就是說 他的確是有一些因素 所以讓這一次的提名 看起來到目前為止沒有這麼順利 可是我要講就是說 現在看得到的人 其實包含這個 剛才我先講一下 劉正宏會不會再選 我不曉得他會不會選 可是我不認為說 他做這一次的民調 就一定代表說 他一定要自己出來選 也許是他自己 或者說他的派系 要屬意支持的人要選 也不一定 所以說我要講的就是說 的確黨政府現在對於這一局 還沒有馬上做決定 有他背後的困難存在 不過我要講 不管是中東錦議長 或說這個 這個謝福宏 謝福宏是水利會系統的 其實他是比較偏流派的 那坦白講 這個都算是強 那當然國民黨對苗栗縣的 最後的選舉結果有信心 但是這個過程 我當然啦 我還是要建議 這黨中還是必須要趕快做出決定 即便在困難 為什麼 因為你不趕快做決定 就會跟桃園市一樣 大家都會見縫插針 然後就會覺得說 國民黨是不是在亂 這個會打擊一些內部的士氣 所以我覺得這個狀況 一定要越早結束越好 剛剛晃哥其實有提到 本來劉正宏搞不好 他沒有那個想法 可是你拖越久 他就覺得你要拿他 不行啊 我覺得我也有那個資格 所以他現在跳出來 可是我們也整理了一下 我們對於這個 劉縣長他在任內的時候 那他到底有什麼樣的爭議事件簿呢 苗栗縣民還會買單嗎 逸中老師你是苗栗的 我姓條人 你是關注我們竹苗本一家 所以很熟啦 來我們來看 這個大家一定忘不掉 大埔事件 張藥房就這樣被拆了 而且他為什麼去拆 他居然講說 因為天使良機 今天不聽 當然要聽 還有呢 這個 這個應該是我如果沒記錯 學運的那個領袖 陳什麼 他把他丟了鞋子 陳薇廷丟他鞋子 來我們再來看到 蓋馬糞管的部分 有一點像是PLP 可是最後感覺上 也是使用的效率不彰 然後還有一件事情 這個就是最頭痛的一件事情 當許耀昌他當現場之後 他發現說 兩代落地空空 竟然巧富難為五米之吹 沒有米了 因為錢都花光了 苗栗的負債 從二零一五年底 就爆發了財政的黑洞 縣府負債多少 六百多億 而且是全臺執管 所以到了這個 許耀昌的時候 他上任 秋葉也有奶奶 跟中央講說 拜託你一些錢來 那個問題其實蠻大的 來逸中老師 所以你知道 許耀昌縣長2015年上任的時候 最有名的一句話是什麼 他說他一萬 他說錢草 就是講劉振宏 劉振宏過去不是什麼 被媒體包裝什麼五星縣長 結果許耀昌一上任 發現那口臺是空的 他說錢草玩得太過分 就直接明講 他的錢縣長 劉振宏玩得太過分 他一萬多個員工發不出薪水 那你知道劉振宏也不是省油的 劉振宏就嗆許耀昌 他說什麼 他說無能就下來啦 他說何必丟人線 你知道兩個縣長 同黨籍的 剛在2015年交接的時候 就可以在那邊開戰 這兩個真的是 是水火不容的 那接下來他們兩個 恩運還沒完 你知道後來當然 許耀昌後來就有跟劉振宏說 不好意思 就是有透過關係 有去表達歉意 可是在2018年的時候又來了 2018年的時候 不是等於許耀昌要連任嗎 那劉振宏很妙 他那時候竟然跑去 民進黨當時的那個候選人 徐定稱的那個登記的場合 劉振宏站在旁邊啦 國民黨的前縣長在民進黨 候選人登記的時候 站在旁邊啊 那你這個一動作就有 所以你要兩個人是互槓 這兩個人其實在地方鬥的 已經是大家出了名的鬥 當然派系也不同嘛 一個那個 許耀昌是所謂的黃派或新黃派 那劉振宏是劉派 那原本其實中東景就是他們國民黨原本推出來的那個議長 中東景他其實屬於新黃派 就是應該是屬於 許耀昌這一個派系的 就剛剛黃哥講的嘛 他沒台沒錢開著記者會 就是把他的那個江湖歲月講出來 有現在中東景沒了嘛 所以後來才傳出就是說 地方有所謂的三個人連署 這些大頭徐志榮什麼 他的連署說那個謝扶宏 那謝扶宏對 剛剛那個指責也講 謝扶宏算是清流派 但是問題是謝扶宏的 謝扶宏所謂的清流派 他是不是真的是流派 這個也大家有疑 因為重點他那個連署屬上 許耀昌有簽名 對劉振宏來講說你給我證明 謝扶宏我的人 結果你店頭有簽名 現在是不是 謝扶宏跟你許耀昌好像又搭上線 這樣對劉振宏來講 就有一些心結就對了 可是因為那個 我幫他解釋一下 說是有一場大家都記名嘛 我就發下去說 來從這邊開始簽簽簽 如果誰沒簽是不是很尷尬 所以就簽名 那個是中東景說他後來被托使 前面在東中你還沒簽之前 包括縣長徐耀昌立委 陳超明跟徐志龍都有簽 我剛剛講 雖然謝扶宏看起來 好像是大家可以接受的一個 好像是清流派的共識 但是因為上面有徐耀昌的簽名 這看在劉振宏 這兩個似同是嘴火 所以現在劉振宏想說 一方面謝扶宏知名度可能也不夠 二方面是 那與其讓謝扶宏出來 如果比民調的話 劉振宏一定贏他嘛 所以他現在搞這一把 到時候就是跟國民黨施壓說 如果我的民調是最高的話 那他這樣子 但是問題是 雖然國民黨這個局看起來 理論上苗栗像是他們的 可是重點是 如果真的最後推出是劉振宏的話 一方面他的爭議 這些年輕人能接受嗎 二方面是 徐耀昌有可能接受這件事情嗎 這個還有的看 將軍因為你對桃園比較熟 所以我補充請教一個桃園的議題 羅志強現在還在行腳 是在走哪一條的 他到底是要選什麼 因為我看到一個場子是 張善政然後去安撫羅志強嘛 可是羅志強他還在桃園行腳 所以意思是說 我這個市長這局我還沒有完結篇嗎 大概羅志強已經孤立難罰天了啦 但是他因為現在不可能說 因為我不能選市長 我就馬上交底抹油就跑了 然後房子買了 趕快就轉手賣掉 那可能會被收增值稅 所以他不能這樣做 所以他必須要走 那其實他真正的想法 當然他希望在桃園雜根 因為羅志強他當過台北市議員 他下一步還走議員嗎 不會他要走立委 那可是羅志強回到台北市 真的沒有立委的空間 但是桃園有 但桃園有桃園他所買房子的龜山 那個選區真的有空間 如果那個人選上變市長之後 他卻有機會了 如果鄭英鵬選上他有機會 還有就是萬一鄭英鵬沒有選市長 2024那一區沒有國民黨的人 可以選立委 沒有人 所以羅志強選那一區 真的是深謀遠慮 但是他一定要蹲得住 他這時候不能搬 他如果說我不能選市長 我就跑了 那他以後政治生命結束了 他政治生命結束了 所以他必須要打落牙 或雪吞在桃園繼續走下去 那麼當然就是張善政最好親近的一個人 因為我不能選了嘛 而我要選 我趁著你的事 然後幫你走 真賺取更多藍營對他的支持 那未來對他以後立委之路 或是走上更高一層路 在國民黨的聲望 跟整個知名度會更高 1992年柯林頓對決老布希 當年柯林頓他靠著一句競選口號 什麼 笨蛋 問題在經濟 最後是柯林頓他逆轉勝出了 那同樣的問題 其實現在出現在中國 動態清零 都要把中國人 要去笑 共同要去笑 也把國家經濟也要搞垮了 獨斷獨裁 習大大 我說清零就清零 但是人民的利益 卻成了最大的犧牲品 不為民著想 李克強此時不做大 更待何時 下個禮拜同一時間 鎖定新台灣加油 我們再會